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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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在官方网站发布的 2019年全球自杀状况报告数据显示 全球每年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 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死亡 实至当前 自杀仍是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 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 造成自杀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观点认为 自杀是个体经历巨大心理刺激式激发的内心冲突 所导致的一种行为 而从研究数据上来看 自杀发生的原因主要源于家庭关系 婚姻纠纷 人际不和 以及精神障碍的问题 大多数自杀者在自杀前的行为活动 呈现矛盾状态 他们一方面渴望摆脱生活中的痛苦 一方面又保留着手心欲望 当自杀者产生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态时 实际上也是在向身边的人发出一种求救信号 而这种信号便给自杀危机的干预工作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可一旦自杀者发出的信号被忽视 便极有可能导致无可能运转的后果 他得听我的意见 生命可贵 大众的心理介绍问题不容同时 如果您发现您或者您身边的人产生了自杀的想法 都应立刻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 欢迎拨打海市心理援助危机干预中心 二十四小时免费热线 八二九五一三三二 我们将极尽所能为相关人群 提供健康资讯 心理支持 以及心理援助等服务 我妈说婚纱照太素质不吉利 什么都你妈说 开路海都太算了 哎 新爱的 我妈说这样不行啊 我妈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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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主任不是否决了老洋提出要求投资倾斜AI的事情了吗 怎么突然又提出 具体不清楚 不过这一次杨总带着市城官员考察来了 考察 我看是背书吧 对了 贺顿到了吗 早就到了 这个老洋知道自己是一定投资商不死心啊 您好 这边是海西云开心里就不错 我很理解这让你感到很绝望 你们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觉得轻易的离开 一定是越来越少 里边呢是我们的热线办公室 我要二十四小时前控的 主任 丁处长 这位是我们自杀干预中心的部门负责人王老师 丁处长好 你来得刚好 你好 我赶快给处长介绍一下 好的 你好 能听见吗 你好 我这边是海西云开心理救援中心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想跳楼 你现在在哪里呢 你们不用来找我了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必须要确认一下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否安全 我在楼顶 楼顶 在楼顶的哪个位置 能在哪 要跳楼的人 在哪都危险 你好 我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咨询师 请您相信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 可以帮到您 您给我打这通电话 是想咨询哪方面的求助的 我想自杀 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想输 那为什么会选择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跟别人吵架了 我跟别人吵架了 但是话说起来很差 没关系 我有足够的耐心 并且想听你说下去 为什么第一遍问的时候 他说不想回答 问他第二遍就回答了呢 定处长 确实是我们 AI智能分析技术的优势 若刚刚有我们的算法 对来访者的声音进行情绪化分析 那就能够迅速地判断出 从哪个问题着手是最合适的 是这样 第一次问原因不回答很正常 因为来访者在来电之前 可能预设到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 从而开启心理防御机制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选今天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世界 其实呢 是一个问题 但是词心师增加了一层社会逻辑 当来访者进入逻辑思考的时候 就会降低情绪化 无意中就瓦解了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 听你的声音应该还不到二十岁吧 如果我有个弟弟妹妹 他们也许会遇到你这种无助的情况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倾听他 也许会好说得很多 你说对吗 你有时间吗 我们的热线是二十四小时的 我有充足的时间 不过在此之前 你需要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样我们保持通话 才可以好好聊天 可以吗 开议你就早了啊 刚刚陈老师跟我说 有难他 知道 你先别着急 我正正往学校拼命赶的 先不跟你说了啊 不要 现在 教授 ißt 队长 发现情况 不是 团队 咱 逼 还 其 总 我 陈老师 警察刚刚赶到 警察 这么快 据说是自杀干预援助中心 提前通知的警方 喂 喂 你好 这里是自杀干预中心 我是公号八十二号 什么 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公号 八十二号就可以了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呢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长话短说 尤纳刚刚被圈下天台 现在正在前往器材师的路上 但我不确定她是否还有自杀冲动 或者她手上有没有拿到什么危险工具 您现在有办法帮她放一首她最喜欢的歌吗 我有多长时间 我偷了 很好 我们保持安全就可以 为什么她们都不相信我 小哲不是我找人欺负的 不信也不是我偷的 她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我想跳下去 证明给她的一份是她们错 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因为她们的不信任 所以你觉得你不被理解 不被尊重 对吗 这样好不好 我们能玩一个游戏 我们给你的自杀冲动打一个分 零分是没有任何冲动 一百分是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刚刚你在天台上 想自杀的冲动是多少分呢 九十五分 那么这个冲动已经是非常强烈了 可即便是这样 你还是没有完全放弃想要生存的意愿 让你不愿意舍弃生命的这五分 是什么呢 没想到我爸爸妈妈 我想象不到 他们看到我自杀会怎么样 赵老师你杀了我一下 我马上给我过来 我有多少时间 八分钟 最多八分钟 我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自杀以后 你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吗 而你的父母 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真正选择从高层跳下的人 最后死后 就会非常地恐怖 巨大的冲击力 使我们的骨骼 穿透肌肉还有皮肤 甚至连面目都很难分辨出来 谁啊 干嘛啦 快走来 如果你也会是我的天哪 ase nice 你看你 你会不会能带我的灶 就是怎么回事 我只在那里来不时它 paso 要充电呀 我只在那里的海中 你会born在那里有什么样子 我只在那里有什么样子 你会像我这样子 只在那里有什么样子 我只在那里有什么样子 我只在那里有什么样子 我只不知 我只在那里有什么样子 我只能龍ento 你会不会相估哦 我只能胀手 我只在那里有什么样子 你会有什么样子 之后 你想到了你的父母 你不想让他们因此感到悲伤对吗 那此时此刻 如果再给你的自杀出路打一个分数 现在是多少分呢 二十分吧 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 看到我自杀的样子 但是我 但是我非常难过 我非常明白你的难过 我也希望可以更多地了解你 但请你相信 除了我之外 还有更多的人都想关心你 一会儿会有人敲门 门口来的是警察 不要担心 他们是来帮助你的 你能给他们开门吗 我的眼泪 我非常开心你能给我打这通电话 这说明你还想跟别人进行情感交流 但是你的困惑 但是你的困惑 你的痛苦 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一通电话里完全疗愈 这需要你线下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 心理咨询 可以吗 和一个人如一座所方向 谢谢健康 谢谢 希望 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第一个要学会保护自己 当我们遇到情绪不可控制的时候 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要觉察 当我们觉察了自己的情绪以后 可以尝试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数数 然后喊停 一 一 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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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我的眼泪 举不住的疼 是以为快忘了家的模样 我 我的伤悲 都宿着我成长 和一个人如一座所方向 红楼眼影响 是嘴角的上扬 是小船有胆 是江里的那颗糖 你们的工作太伟大了 丁处长 您刚才提的几个问题 我们有请贺咨询室继续解答 王老师 丁处长 述我直言 我们做项目的非常看重量化策略 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 我们都会比较紧 是 对 像我们AI智能项目 其实就是把非常繁杂专业的工作和知识 量化成可视的数据 有了AI智能化的危机干预 就能够解决过分依赖个人能力的困境 这样呢 就能够将心理咨询服务进行全面的市场化 王老师 据我了解 现在中心人员流动性非常大 是事实吧 咨询行业缺的是人 心理咨询师才是核心价值 之所以流动性大 是因为存在资金缺口 贺资讯师 那么我想请问 一个干预中心十几号人 一通电话需要排队四十分钟以上 才能接通 那能够服务的对象是不是很有限 再者 我们计算机是算法科学 而人呢都会有主观一段 你就这么有自信 人能比电脑更科学 能比电脑算得更准确吗 杨总 我不否认AI智能的策略分析 有数据性支撑的优越性 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正在危险边缘鲜活的生命 您就这么有信心 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通求助电话 交给一个没血没有的机器人 来做咨询策略 这个情况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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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这么紧张了 贺资讯师啊 我有点好奇啊 就是你最后提到的那个手术啊 真那么快用吗 认知神经训 我们人体右脑的前额皮质 是引发欲望跟冲动的 然而我们左脑前额皮质 与之相反 是可以控制情绪和欲望的 可当我们利用数数 增加提论逻辑 用特定的时间 达分等数理性的方式 这时可以增加我们左脑前额皮质的活跃性 从而唤起我们自身的自空力 还有理性思维 在学校呢 求助者在学校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听到的 听到的 我回播一下 没有啊 哪儿有 杨总 并不是所有问题 都可以靠犯法解决的 杨总 心理学是一能兼顾自然科学属性 和社会科学属性的学科 我希望您的人工智能可以像我们一样 除了可以掌握理论 还可以懂人心 说人话 你骂谁呢你 这小丫头片子 王老师 这个 这个就是刚刚那位咨询师 全名教贺顿 你看 旁边那位是他的导师基教授 基明通教授 是我们心理学协会的理事长 也是我们心理学学术界的权威啊 你们做老师的 千万得注意学生的情绪 试试您教育的事 卢娜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第一步 自我觉察 他说当人情绪失控的时候 察觉到情绪变化 是控制自我的第一步 齐老师 我已经想好了 这周的广播作业就是这个 人字叫 失控自我 怎么样 林娜 你真的没事了 我想通了 就算康老师躲着我 我也不会怪他 他不是躲着你 他来找我待客 是因为他要忙着结婚的事 我知道 那你的秦老师 你相信我吗 有娜 娜娜 喂 阿姨 喂 阿姨 今天真是谢谢你 怎么样 谁人家家家为难你吧 我刚想说这事 尤娜她现在虽然情绪冷静了 但是医生说 她的状态特别不好 需要做心理干预 而且她父母还说 要去教育局投诉学校 投诉 但是你只待了三天的课 跟你没关系 学校说要休两天的假 你可以不用提我去了啊 那你怎么办 我需要写一份报告 然后向领导汇报这件事 行 那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再跟我说啊 我去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不用办了阿姨 我注意这样就可以 这苹果看上去好新鸮 比我上去买的还新鸮呢 那是吗 扫干嘛 阿姨 我手机没电了 回家给您取个钱啊 没事的 我请赵老师吃 赵老师照顾我们家 生意十几年了 寄过水果算什么 这还有那个芒果 赵老师也是这种芒果的 我买什么 谢谢阿姨 回到我让我妈给您送钱了 说了别客气 贺顿 你妈上午让我留的肉 还要不要了 我不知道啊 她上午让您留肉了 对呀 你妈一大早给我打电话 让我留的 很多人问我都没卖 她可能睡着了 回去看看 糊涂糊涂 把这肉带回去吧 谢谢阿 没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谢谢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不好意思 你吓死我了吗 跟你说我多少次了 你睡觉的时候别戴耳机 当时你都耳背了 听到我说话了吗 别戴耳机睡觉 好 妈 妈 赵老师 赵老师 我们的生意师 来 一大早 给我打电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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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祝祝 特张开belt 赵老师 你女儿 return dynamic 你狗快点 degrees 来 Beginning 商老师 你女儿回来 你狗快点 我不想义 但我对m你 冷血了 绸佳 我不知道我妈怎么了 我一回来她妈闹的都是血 都爱那个小陈 非要跟我约会 她要不跟我约会的话 我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我要早点回家的话 我妈肯定就没事 我不管 我不管 我现在要去跟那个小陈说分手 都是她害的我妈 东东 东东 不要委屈了小陈 把你男朋友带回来 妈妈帮你看看 赵女士 大中午忙坏了吧 王阿姨塞给我的芒果 你明明已经满了 鱼缸里现在还冒着气泡 说明水是半个小时之内换的 而且非常着急 而这个时候 你的同伴告诉你 我要回来 赵女士 这几是你第三次装死了 一点也不好玩 赵女士 还生气呢 我都没生气 刚才你往那儿一躺 吓死我了好吗 我当然会生气了 你总是骗我 行行行 以后我不骗你了 好吧 我争取 今天给你找一个高富帅女婿回来 真的 真的 在哪儿 不骗我 不骗你 不骗你啊 来 一起吃蛋糕喽 小气鬼 你更小气 赵女士坐中间啊 宋星坐中间 我许晏了啊 你 明白 我希望我今年的生日愿望是 如果我妈少喝点酒的话 我今天就给她带一个高富帅女婿回来 不坏蛋 哪有许愿还是带条件的 不过 妈妈这样 也很高兴 我们的婧婧 长大了 长大了 嗯 嗯 长大了 长大了 好了 好了 我们一起吹蜡烛好不好 来 三二一吹啊 三二一 哎 哎呀 你 讨厌 谢谢妈妈 谢谢俊杰 谢谢俊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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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要走的 俊姐 陪妈妈坐一会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艾 贺顿呢 王老师 贺顿姐刚刚出去了 出去了 师傅 麻烦去一下海鲜市场 好的 王老师 贺顿 你去哪儿了 我有急事 我得出去趟 老杨又是半子 好在你表现不错 领导和投资商都对你赞赏有加 中文大姐啊 一起吃个会议餐 快回来 王老师 对不起啊 我真的去不了了 你们去吧 小艾说你接了个电话 是不是张晏那个案例啊 贺顿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那个咨询者已对你产生了强烈的疫情 你这时候过去想过后果吗 妈 小朋友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为什么妈妈要被你听到 为什么妈妈不要我 小朋友 你先别着急 你可以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吗 你妈妈又叫什么呢 我叫特了 我妈妈叫张晏 我妈妈不接我电话 老板 您这儿是罗金烟粉店吗 是 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六岁嘴的男孩啊 六个岁嘴 你看那个是不是 我说什么来着 他肯定会来的 大家都别走 都来看看 还有你们 别装傻 得 得 一人一百 交给我 好 付货啊 乐乐呢 什么乐乐 你是说 刚才电话里面的小孩是吧 怎么了 你跟他认识吗 你是倩倩吧 麻烦你了 你是张晏的女儿 来 都给我拍近点 就是咱们今天直播的主角 著名的大心理咨询师 贺顿 好厉害啊 我的天哪 就是他活生生地拆散了一个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你知不知道诽谤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诽谤 自从我妈去找了你 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跟我爸提离婚 心理咨询师 我呸 开散家庭专业户吧 如果你弟弟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贺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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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意思啊 给我 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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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 就是他 就是他让妈妈不要我们 阿姨 你别让我妈妈不要我 阿姨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别让妈妈不要我 你别怕我爹爹 你拆散我们家 没错 是我建议的 凭什么 凭什么拆散我们家 知道你对我和我弟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让你弹张一下 别拍了 后面先 郭敦 你会造报应的 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想清楚了 我得了肺癌 第四期 我跟我老公商量好了 就跟孩子们说 爸爸妈妈 已婚了 他们跟爸爸 和老师 麻烦你 我走了以后 把我的孩子度过难过 就他让妈妈不要我们 麻烦你了 王老师 王老师 我私自跑去接触求助者 还暴露了自访关系 违反了保密原则 我不应该再待下去了 海顿 你一定要收好你的边界 你一定要收好你的边界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没事 你说那姑娘把你害这么惨 你还来这儿为她妈妈祈福 她要是知道真相以后 会无为心理崩溃 毁不当初 她要真知道真相的话 也就不会这么做了 也是 但是你真就把工作辞了 这事也不是你的错 跟我黄基教授都帮你说话呢 没事的 我想好了 犯了错 要站定挨打 但是王老师不是也说了吗 愿意给你重新开设计 愿意给你重新开设计 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 我不想把基教授牵扯进来 行 只要你愿意 我怎么都支持你 大不了从头再来 东山再起呗 怎么从头再来啊 怎么东山再起啊 从哪儿再来啊 是 亲爱的 你现在可有点丧张嘛 我给你吃一招 保证让你改变现状 什么招啊 从多巴胺大餐开始 吃完能让你的脸上 长得效果 什么多巴胺大餐啊 今天那个威文君酒吧给我发消息说 全场女士一辙 一辙 那相当于白吃白喝啊 不要白不要啊 那等什么 走啊 走啊 走 您好 您开心理援助中心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您好 之前有一个公号八十二的咨询师啊 帮助了我一个学生 我有一些事情呢 想要咨询他一下 您可以帮我转接一下吗 好 请稍等 好 很抱歉 您咨询的八十二号工作人员 已经离职了 离职 为什么 这个距离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哦 那您可以帮我 新夏联系到他们 很抱歉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身份信息 是严格保密的 如果您有求助需求的话 可以继续电话联系我们 嗯 谢谢啊 谢谢啊 走 走 走 谢谢 走 什么东西啊 心理专家的资料 资质都有保障 随便选一个 我的节目里 就没有随便那个选项 那你还敢跟台长打赌 一个星期你去哪儿找 我觉得你不如随便先选一个 不行再换 卡在这儿子呢 行 我一会儿打过去随便聊聊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这不是选女朋友 赶紧啊 谢谢姐 让一下 让一下 消失了 让一下 让一下 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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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人 温度 行的 干吗 我西装是你干的吧 它晨曦 绽放出一朵话语 这里有你 与咖啡的香气 无论是阴霾转语 还是天气忽然放弃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一阵雨 轻轻的远远的 飘出了天际 也带走我蓝色和你 多云的回眠 也绽放出 晴朗如歌的风景 也看见你 脸如星辰的眼睛 它温暖我的笑容 倾听我真实的声音 给我最温柔的回忆 哈 看见了 美丽的爱情 忽然之间来临 牵你的手 我能感受到你的心 牵你的手 我能感受到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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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感受到你的心